收到了这个华为的这一块 尤其是来看到 大家有些很多好的消息 但包括了欧盟说 要资助华为对下一代 6G这些前沿的研究 另外再来看到华为正要向 30家日本的中小企业 收取专利技术的使用费 专利费支付模式呢 是每台设备大概是50日元 或者是以下的固定费用 或者是按照设备的价格的0.1% 或者以下的比例进行相关的收费 东京的研究公司呢 Seed Planning 他说华为专业的专利技术 在自动驾驶 自动化工厂 医药电力物流 都会得到相关的应用 那这些都是未来的 那也许他专利的收的钱 会越来越多 2023年中国大陆全球科技的创新 百强指数呢 华为又是第一名了 然后卢拉去中国大陆之后呢 他其实巴西有怎么样呢 也让华为拿到40亿的 人民币的5G订单 然后华为他也上调2023年手机的出货量 从3700万上调到4000万哦 然后呢 他要公布新的手机等等的 华为你怎么看华为的布局 华为好不容易 从美国的打压 封锁围堵中间啊 生存下来 他在最高峰的时候 因为他手机卖得非常好 他的年营收呢 超过8000亿人民币 那现在呢 因为手机业务几乎被打垮了 所以啊 他那个整个营收呢 掉到6000多亿人民币 现在即使是在6000多亿人民币 他还要拨出1600多亿来作为研发支出 这表示拿出整个营收的四分之一出来 那要撑住这样的营收的话 过去华为在开天辟地的时候 他很多的专利费啊 只跟很大的厂家收 一些中小企业厂家 大概就略而不计 现在能够对日本啊 重新启动 来收取他的专利的使用 或者服务费用啊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尤其是日本人啊 这个吃肉有时候 连骨头都咬进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他吐出来一点 也是个理所当然的 那对于华为来讲 其实不只是对这个 日本的中小企业 也应该对欧洲 跟对美国的中小企业 那么或者中小的使用单位 继续来收取 以壮大他目前已经被打压 掉了这么多的营收费用 有所补贴 而且我认为 他最危险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因为他在2021年是 营业有掉到最低的 2022年已经回挡一点了 以目前今年第一季来讲 大概13400亿 已经增加了0.9% 比去年又增加了将近1% 这是好现象 我们要继续给他鼓励 至于他所谓的全球科技 创新的一个重要的 指数报告 这个已经不是他要去争取了 他现在重要的是 如何在这个6G上面进一步的来突破 然后在各种应用上面 能够突破美国的封锁 美国打压华为当然用国家安全 其实我认为美国打压华为 最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没有办法 透过华为系统继续窃听 因为他透过伊犁信 很容易窃听 他透过Nokia也很容易窃听 连这个德国总理 Moker的手机都能够被窃听 因为他们用的就是Nokia的 用华为他就没有办法窃听 所以他的危险危及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 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 是对谁都可以窃听 包括对蔡英文都可以窃听 你用华为他没办法窃听 所以他的影响让他国家安全 这理由很奇怪 不过我们要关键的是说 巴西的卢拉或者巴西政府 真的是中国的好朋友 怎么说呢 因为他当时要开标 做5G的设备的一个采购的时候 美国胡适丹丹 给巴西很大很大的压力 结果他们就玩了一招 他说要来投标的话 外国企业全部不欢迎 只有巴西企业能够来投标 就找了5家的巴西企业来投标 那巴西政府就很开心 就罚给这5家投标商 得标厂商 那人家很愣一下 巴西有能力生产吗 不是重点 为什么 他得标厂商要跟谁买 不干我政府的事 就要得标厂商跑去跟华为买 所以今天华为 在巴西做的这一笔生意 40亿 就是这个得标厂商 今天华为买的 那巴西政府双手一摊 不干我的事 对啊 这民间企业 他们去找华为帮忙 所以这一招 可以供欧洲国家来参考 避开美国的压力 对 避开美国的压力 之前NVIDIA 它也是创作出了一个GPU 让美国的 也不用什么管制的问题 我们就专门做给 中国大陆这一块 我想问一下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 中国大陆科技的这一块 美国不断的打压 因为美国现在是最强的 但是欧洲易发半导体 跟中国大陆三安光电 要联合投资32亿的美元 在中国大陆重庆市建 碳化细晶原厂 另外再来看到 是有关于华尔街日报 也说美国要延长 三星台积电这些业者的 晶片禁令的豁免期 然后就被讲说 因为你打乱了 大家的制造业的供应链 所以你现在也必须要这样做 另外再来看到美光 它也要加码 43亿人民币 扩建了西安封装测试的工厂 然后他还说大陆的 这个销售禁令 占美光整体营收 低两位数的百分比 另外他重点是说这个 冲击程度比原先预期 还要来得更大 对美光表面上 中国大陆只有制裁 那个骨干设施的晶片 可是很多企业 会观风向 对所以苹果就说 他比较买美光 你美国公司第一个跳出来 所以美光也要做一些 示好的动作 事实上他这个不是新投资 他是买历程 本来就是美光的合作伙伴 是台湾的历程 在西安的封测厂 对 那不过他有说 他要扩大规模 就是因为历程本来就 2016跟美光签约 那六年到期 那有一年的时间 美光可以决定 是不是要收购 所以他现在刚好 时间到了就收购 不过他说他要扩大规模 大概是这样 而且要引进比较新的技术 所以这也是一个表达诚意 那至于你刚刚讲到欧洲的公司 事实上义发半导体跟西门子 本来就没有参加美国的chip4 本来就没有 美国欧洲事实上只去管荷兰的公司 其他他没有管 而且德国跟法国也不理你 而且坦白说 他们也没有先进制程 所以先进制程主要 坦白说就是针对台湾 韩国跟荷兰 这个其实蛮现实的 比如说他去做矽精元 你也不可能做到日本高阶 日本现在也是抵制 所以我觉得那个本来就 没有包括在里面 那至于这个台湾跟韩国续命一年 就是到明年10月21号 可是他也不告诉你 这个他说你可以扩大投资规模 可是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被续命到明年10月21 那你敢扩大规模吗 我看没有人会做 因为通常你要有三到五年的未来 长远的规划 当然是这样嘛 那个钱又不小 所以我认为三星跟台积电 基本上不会扩大规模 可是就是容许继续运作 原本的这些就继续 对 尤其是三星跟海力士 它在中国大陆 那个规模非常大 比台积电要大非常多 台积电大概只有30亿美元的投资 后来有加嘛 可是没有超过50亿 三星跟海力士加起来大概有1000亿美元 那规模大非常多 所以这个事让三星跟海力士 得以先延续到明年10月21 反正到时候搞不好拜登就快落选了 拜登就快落选了 也许这个政策又要变了吗 另外再来看到说中国大陆的科研能力 我们刚才讲的华为 这只是中国大陆任性的这一块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 看到是说中国大陆很多的领域 现在都是弯道或换道超车了 尤其是造舰的能力 我想问一下倩姐 当然现在有看到动物A 9号舰跟10号舰 被说同步的建造 有拍到相关的 你看有相关的这些 在船务建造的过程 那美国的部分呢 美国核潜艇康乃迪克 大家还记得吗 2021年的时候其实中山了 现在维修费8000万美元 但是居然说要到2026年年初 才能继续来服役 意思就是说 你呀真的要维修 也要维修好久 不只造舰慢 连维修也很久 好另外呢 是来中国大陆造舰能力 这个商用的船也很强 首艘的智能海上油气加工厂 海洋石油123 在江苏南通交付了 实现能源产业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 它非常大 长241.5米 甲板面积相当是1.5个足球场 还有另外一个 是中国大陆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号出雾了 那在2023年年底要正式交付 邮轮业是中国大陆 十四五的重点计划 大型邮轮 大型的LNG航母 都誉为造船工业上的 皇冠三颗明珠 然后中大陆不断不断的突围 好包括呢 国产万顿级的远洋船嘛 2008年LNG也造出来 2022年的福建舰下水了 2023爱达摩都号邮轮出雾 我想问一下倩姐 你怎么看中国大陆造船的 这个实力跟底气 刚才嘉远讲的就是我们 终于很清楚的看到 中国大陆 实力 包括它有完整的门类这件事情 跟整个资讯科技的革命呢 已经产生了直接 加成的效果 就是工业加资讯加成起来呢 就让他们对于这些先端的 跟未来的这些设计 具有别人很难超越 或者是很难在速度上面赶上的 领先优势 那刚才最后讲的是 皇冠上面的最后一个大明珠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像LNG的船 福建号的航母 以及现在正要开始做海测 然后年底会交付的 这个大的邮轮 在大的邮轮的部分 虽然它并不像航母一样 航母的复杂度是 你有人员 武器 飞机 各种的战斗系统 你都要把它放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你要做很复杂的 这个一般安排 叫做General Arrangement 可是邮轮的复杂度是它非常的庞大 它要适应的服务的条件也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看到的爱达摩都说 它将来是有5000个游客 那么在上面的服务人有超过1000多人 所以就是将近7000人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运作 这么庞大的运作就需要有很绵密的设计 以及非常复杂的测试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 最后一个明珠 马上在年底就会看到 的确 这个明珠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想问一下 那个蔡委员 您怎么看 因为呢 中国大陆造船的能力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 爱达摩都号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13.5万吨 船线是6.5万吨 那其实它有什么音乐厅 游泳池 歌剧院等等 你看它量体也很大 比如说呢 它的长度 比爱菲尔铁塔还要来得高 帆船饭店还要来得高 好那中国大陆的造船能力 也要提到这个 克拉克森三月的数据说 承接新船的订单量 排名全球前150家的造船厂当中 韩国有9家挤入了排名 三星 重工 现代啊 这些都很棒 然后中国大陆64家挤入了排名 互东啊 互东中华 杨子江啊 还有新时代造船等等的 另外呢 2022年 中国大陆造船厂交付的船舶呢 这个超过了924艘 韩国是205艘 2023年3月的时候是187艘 韩国是62艘 另外再来看到说到了 这个所谓的航母 一定要提到福建舰 福建舰被说 那个中国大陆有量子雷 雷达的这个技术 但是会不会用到它上面还不知道 但是呢 它现在是相控阵雷达 有源相控阵雷达 它的探测距离 是非常非常的远的 然后呢 有源相控阵雷达呢 它采用32mm的这个 有源相控阵雷达嘛 它可以同时 有多个目标 搜索跟踪跟火控 精确探测跟抗干扰的能力 而且呢 超长的测距距离嘛 可以侦查跟预警 还有呢 X波段跟X波段的火控系统 然后呢 就说 比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的雷达系统 还要来得棒 量子雷达跟相控雷达 相控雷达 基本上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各个船上都有装备 那中国在相控雷达 迎头赶上 弯道超车 已经不输给美国 最先进的相控雷达 量子雷达 目前大部分都是 听到楼梯响 尚未看到人走下来 美国曾经敲锣打鼓 说有量子雷达 那现在很多的报道也说 中国在福建舰上可能会出现 或其他的会出现量子雷达 那但是官方从来没有证实 也没有说明过 我们这个可能要再继续观察 观察一段时间 但是不管如何 中国的造船工业 应该是用一个字眼来形容 让人家目瞪口呆 这四个字是很容易 很恰当的形容 为什么 因为以前在韩国人眼中 造船是他超越日本人 一个很重要的标杆 那他也帮中国准备 接很多订单 就没想到中国的造船业 竟然一下子 好像从海中冒出来 一样的一个巨授 让他不晓得怎么去 面对这个现实 你跟韩国人讲说 哎呀我只有9家排名进去 中国有64家排名进去 难怪韩国人现在 因为自尊心受损 所以对中国 相对抬起比较有敌意的态度 包括民间上 全世界面对中国崛起 心理上不能够适应的 第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大概就是韩国 日本反正相对比较淡定一点 那欧洲可能觉得无所谓 所以你这样态度来看 你就知道为什么 韩国最近对中国的态度 会相对的比较有 这个负面的声量 可是中国现在在邮轮 很多人觉得 邮轮有什么了不起 问题邮轮的盾位 比那个航空母舰还大 是啊 而且航空母舰上面 在的都是军人 每个人都是身强体壮 这个所以很多的这个 有声设备 考虑不是那么周详 邮轮老幼妇虏一大堆 舒适度 这个搭轮理的一大堆 老先生一大堆 他是面对很庞大 很复杂的有声系统 那你要让这有声系统 在船上不会呕吐 那在船上有很多 很舒适的设备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 高级公寓 高级旅馆 加上一个相当平时的医院 还有很大型的餐厅 跟一个所谓的娱乐场所 整个整合体 这个在规划设计上就很不容易 而且中国这一次据说是用了一个很复杂的激进AI的软体来协助设计 因为里面光设计图少说应该有几十万张 你要把他兜起来 而且接得上去 不要像那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福特号 刚开始出来传说 原来搞个老半天 他那个马桶的管线都接不起来 所以马桶经常出问题 那就是一个笑话 因为可能他专门在设计武器系统 忘了有声系统 最大有声系统的设计 在船的设计上面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项目 但是在游轮上面更复杂 那今天中国大陆在游轮产内 能够这个办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就可以期待他有一天 会跟意大利一样 跟法国一样相提并论 因为全世界游轮做得最好的 目前基本上还是西欧的意大利跟这个法国 那可是中国我相信一定可以弯道超车 因为他的造船工艺 有航空母舰做基础 有货轮做基础 有LNG轮轮 在技术上绝对能够快速的突破 这个跟那个电动车是不是也很像 很类似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邮轮是4月 今年4月12号公开的 它是24层楼高 那可以容纳6500人 那零部件高达25000个 是 是C919的5倍 5倍的零部件 C919的体量比较小 那它这个重量是6.5万吨 可是它80%都是用薄钢板 超薄钢板 这个是要有特殊的技术 而且薄钢板还不能断 不能薄到 因为它做了14层甲板 是啊 不能够太厚 那这个 它是全世界第五个可以制造邮轮的国家 大型邮轮 是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中国大陆造舰能力那么强 然后福建舰造成这样 但是呢 这个美国媒体出球了 Politico说什么 福建舰上面的甲板 似乎有一到两个的裂痕 没有经过修理的话 否则不可能让舰载机起降 还有美国网友还狂酸说 这真的是中国制造 但是CSIS很打脸 说啊 这根本就是个假消息 没有所谓的裂痕 亮哥 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呢 亮哥曾经说过 美国总统如果出巡的话 第一个都会问说 那我航空母舰在哪里 然后因为呢 会有相关底气嘛 那最近呢 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嘛 然后呢 刚刚亮哥补充了 跟琴刚会晤了 5点半 5点5个小时 然后呢 接着开始吃饭 也就是比预期多了一个小时 但是他访华前呢 美国航母呢 也打头阵 在南海咯 比如说呢 从他的这个上面 舰载机的航机图 发现他就来到了巴士海峡 进入到南海 但是呢 你来南海没错啦 但是中国大陆 也有动物啊 这边 包括了英籍系列的 这个东风系列的 那美国在之前的时候 G7峰会时呢 尼米兹号也到了东海 给拜登相关的底气 好那美国最近呢 又大规模的演习 2023 其实会到8月19号为止 美国在亚太的三军 都会参加 跟盟友也会进行演习 雷根号6月14号 穿越巴士海峡到南海了 6月7号到10号 雷根号李敏兹 也参加美日发的连演 在琉球群岛 以东的这个海域 但是大陆其实 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能力 是越来越强了 所以呢 你靠这个航母 说要威着大陆 也是会被打一个问号 那动物呢 有可以一二垂发 还可以发射应急21 好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呢 他来南海也被说呢 也是要给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破船相关底气吗 这个6月15号 我们讲了很多次 他其实是因为 中国大陆新的海警令 正式生效 5月15号公布呢 6月15号正式实施了 这是首个海上执法的规章 等于6月15号开始呢 他就相关的一个办法 不过这个6月7月8月本来 因为这个西太平洋海上 比较平静 所以本来就是海军 该上班的时候 演习很多 本来就是啊 不然你要海上不好演习 对不对 所以亚洲各国 如果是美国的盟友 对相关的国家 就在那边演一演 我并不认为这个 有太针对性的意义 因为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那如果有的话 如果今天有特别特殊的意义 就是6月7号到6月10号 那个双航母 在这个琉球以东海域 在演练的时候 你刚好看到中俄的空军战略巡落了 是是是那个时候 这个就比较少见 那还用的是轰架机 我就等于是对着干 6K 这个就对着干 这个比较罕见 那还有包括 这次他们的一些演习 中国派的军舰 就在旁边 探视距离是更近 对这个要补充一下 这样6月3号到5号的时候 其实美加热澳 四国在东海演习 这是澳洲的 然后你看看旁边就有 中国大陆军舰在旁边 这些都是 中云号跟澳洲的军舰 然后中国大陆舰在这边 像是056的纪宁舰也在东海这个地方 也被拍得很清楚 我觉得未来加热就是这种模式 就你来我家演习我就旁边看 对基本上 你要给我看我就看 那个应该是说在我家外面 我家外面 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跟那个底进侦察是不一样 不过这个中国海警 通过这个刑事法令 这个是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法律的超前准备 那事实上如果要按照刑事法处理 那这个外国的船 船只啊 人员啊 进入你的领海跟领土啊 你是要办理的 所以就变成是菲律宾这艘船 在那边搁了24年 海警局已经弄出刑事法令 这个事实上它是有办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才刚开始 这个就公告给菲律宾知道 说我给你底线就6月15 那6月15已经过了 那随时我就会执行 那目前是看到有三艘 已经有三艘了 特大的拖船在附近 万顿拖船 对 那我的了解是 他们在判断最近会有台风 因为对啊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会有 对那台风会涨潮嘛 那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说拖走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会一直 给菲律宾一些讯号 说你的人是不是要先走开 他大概也会 就上次那个乌克兰不是 那个联合国介入吗 就弄出一个 出逃的通道 那我认为这个也会有 那这个就是他要按照步骤来了 因为我法律体系已经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的海警是必须执法 那目前是我认为他的策略 大概就是封住了 然后让你维修也进不去 那粮食跟水也进不去 看你能蹭多久 那到时候你实在是蹭不住 那我就人道 协助你离开 协助你离开这样 大概是这样 是6月15号 它这是一个怎么样呢 一个公告的时间点 所以未来这个海警 它也有这个办案的一个问题 那最近就讲到这个 所谓搁浅的马德雷山号 其实在6月12号截止之前 就被说有发现 中国大陆有船只16艘在这个地方 8艘的海警船 4艘的脱吊船 以及4艘的大陆船 那是因为菲律宾有船要闯进去 对 那个时候 所以把你围在外面 它就围在这个地方 刚刚亮哥的补充 就是不让你进去相关整补 然后美国看到这个态势 也真的是怎么样 就走了 波音的C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 6月11号出现在仁爱昭的海域上空 被中国大陆雷达给锁定之后 急忙关闭了硬打系统 然后隐藏他的飞行的轨迹 本来是传出说 也许要帮他进行相关空投 物资等等的 但是被中国大陆发现了 好 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也有一些暖的这一块 包括奇迹光剑抵达菲律宾 展开友好访问 还有呢 向菲律宾捐赠2万吨的化肥 等等的捐赠仪式 还是由小马可市主持的 小马可市说 注意到菲律宾有困难 中国果断提供帮助 而且这代表 中国大陆就是菲律宾 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倩姐您怎么看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除了正式的海军以外呢 各个地方的第二海军 也就是海巡海警呢 也出动 上一次的美国菲律宾 跟日本的联合军演呢 也是用海警海巡的船 所以整个的南海 以前是商船 船队往来的地方 可是现在已经变成军队 军机往来的地方 无论是在海面上的军舰 水下的潜舰 或者是空中的军机呢 都变成我们现在 时常需要关注的现状 这个当然对于整个南海态势 以及周边国家来讲 是极为不利的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周边国家 一定会有越来越大的动力 希望能够解决域外国家的参与 那么至于少数的 配合域外国家的 譬如说菲律宾跟越南 都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应该是中国 对他们所释放的信号 就是你在这边 虽然我们有马德雷山号 这个地方的冲突 但是同一时间 无论是你的经贸 或者是人道救援的需要 我们都还会是朋友 所以我们不必用一种单一的面向 来思考双边的关系 那么每一个国家 在跟中国大陆发展更多 很复杂的关系之后 他当然就比较不容易被拉入一个 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 所以第一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指已经非常的明确 而且他的拒指圈既清楚又强固 那但是你退一万步来看的话 台湾难道不是也在他的区域拒指圈里面吗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他在小范围里面 在马德雷山号附近的状况 跟将来在大范围之内 无论是在整个的东海的某一个地方 在大范围之内划下区域拒指圈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见为之助 孙子总是说实则为之 你有十倍的力量就可以围起来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算一算 到底有没有在十倍力量之内的 突围的能力 美国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帮手 在必要的时候来协助你突破 那当然很多人在台湾 会很不希望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南海的态势的话 都知道今天如果不讨论 明天可能就会真正在一个一觉醒来 非常惊讶的情况之下 发现整个局势培贬 的确大家都希望怎么样呢 跟中国大陆好好缓和关系 大家怎么样 是永远的邻居是颁部总的邻居 然后呢 域内国家希望怎么样呢 搁置相关的 南海的问题 大家变前从南海行为宣言 到现在的准则 赶快敲定 亮哥也说今年很有可能会敲定嘛 所以美国才会不断的拉菲律宾 希望他能够扮演抗中的棋子 但是啊 蔡委员您怎么看 因为呢 刚刚倩姐特别讲到说 那台湾也要特别好好思考一下 那尤其是怎么样 在南海的这一块啊 在呢 台湾的这一块 美国你自己也做了相关准备 美媒的信使报说 美国政府正在制定 台美桥的 在台美桥的撤离计划 然后呢 柯比他特别说 美国政府也制定相关的这个计划 但是目前还没有实施啦 然后呢 印尼曾经也说呢 在台湾的印尼人多达35万嘛 撤离就是极其复杂的工作 所以印尼外交部也要准备撤侨的做法 然后呢 小马可是在去年也说啊 要准备撤离在台湾15万米的 台湾的这个相关 菲律宾的公民应急的计划 所以 维云怎么看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会有撤僑计划 不一定是因令战争 可能因令地震 可能因令灾难 或者是恐怖主义 所以撤僑计划在某个国家是正常的 那只是有没有下令 要什么时候撤僑而已 所以这个美国白宫国安会的这个科比啊 就是故意在那边跟你讲话 这什么烙龙邪的乌龙烙桌一样 他说我们是有一些紧急的程序啦 但是我们没有撤僑计划 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 就承认说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外交功能 比如说最近苏丹撤僑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间 沙尔地阿拉伯的船会出现来 帮美国人撤僑呢 就表示他撤僑本来就是 这种全套计划中的部分 那对于这个菲律宾那当然是啊 因为菲律宾他跟中国无怨无仇 只有互相互补的东西 但是他也很无可奈何 被美国人绑在台海的战车上面 随时好像要当一门棋子 他又要另外一方表达出某种的无奈 哎呀中国是我们好朋友 我们要好好合作啦 另外一方说哎呀 我的国家安全 要跟美国合作啦 我的基地要租给美国啦 但是不能用在台海战争的用途上面 你是在讲什么啊 所以我是知道菲律宾有他的 无可奈何的地方 至于这个老四要被抓去啊 当人头去搞这什么 这个菲律宾海的这些演习啊 那你说叫他怎么办 那美国呢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他认为现在还有能力 这个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对付中国 虽然我们大家看得出来 这种客观形式已经不存在了 但美国人始终不愿意放弃 这种一丝一好的幻想 翻成中国来讲就是说 变成中国要有极限思维 要有底线思维 因为美国人会进行极限施压 这个极限施压 那当然不只是反映在这种 怎么两个航空母舰的作战啊 怎么对峙啊 没关系 毛泽东讲过啊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嘛 互相接待 至于这个有关于这个 这个仁爱交的这个问题 我同意这个亮哥讲 中国是用极大的耐性 极温和的手段 但是要显现实力 虽然说不让美军 这个飞机来这个 所谓进行补给 空头补给 可是又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让菲律宾的一个海军中将 划个小船 到里面去做什么 buffet 吃buffet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 军事不外乎外交 外交不外乎 就是双手的运用 就是不给菲律宾 脸上太难看 但是又要设法去处理 这个真的是需要很高的手腕 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摆平 那一方面又派七夕光训练舰 到菲律宾去访问 去表达某种的友好 那未来如何落幕 可能我相信那条舰会被拖走 一定会被拖走 那只是拖的时候 会不损失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 因为毕竟上面有将近20个菲律宾军人嘛 也不用给菲律宾人太难看 那这个以免菲律宾又来一个排华浪潮 那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呢可以用台风来的时候 为了保护这个船上人的安全 我们把它脱离给予保护 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做法啦 反正这个就是军事外交 外交军事双管齐下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 所以你会觉得是说台风的话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timing 就是说因为你看你摆在这边 24年了 这个真的是已经非常旧的一个船 当年的时候中国大都没有处理嘛 然后把你这边摆了24年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是应该要处理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你摆这边摆那么久 会有环境的问题啦等等的啦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又包括了 海警令也生效啦 6月15号之后 所以6月15号之后 才是重头戏吧 6月15号我是觉得不必急啦 因为今年总是有台风的时候 不一定要说管那什么 月亮的潮汐问题 台风来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好灾名 所有的水都涨得很高嘛 所以不用去特别担心 但是就是尽量把 跟菲律宾之间的 这些冲突力道给降低 然后把这一条船 以人道主义为由 以海洋安全为由 拖到中国去维修 再全新的送给它也可以啦 这个如果真的把它全新维修的话 那还不如造一个还比较快 那个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菲律宾的确是美国 真的很想要极力拉拢的 但是亮哥之前 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再怎么 今年的时候南海行为准则 是真的有可能会敲定 所以美国有点急嘛 不过呢 来看到这个小马可是他最近 在中非建交48周年之际呢 说呢 没有任何方式要远离中国大陆 然后菲律宾也有新防长 他最近也说不帮 不当地缘政治的棋子 所以其实他们希望也怎么样呢 在中美之间能够做平衡吗 不过菲律宾本来那个代理房长 是亲美派 对 那被换掉了 那事实上是换一个 这个叫回锅 对回锅 他事实上已经当过房长 他现在回来 那这个人是个务实派 因为当时 这个南海仲裁的时候 他就主张这个 这个安全问题应该 透过外交管道解决 所以房长这样主张 就是表示他是鸽派 因为不是军事解决 对 是外交解决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马可思在这个时候 换房长大概就是考虑到 那个船有可能被拖走 因为你如果是鷹派房长 你船被拖走 他就出手了 那就造成一个很难处理的局面 不会啊 中国帮你修船 有什么不好 一片善意 他内部有压力 他内部有压力 那个亲美派的 美国会给他压力 对 事实上我跟你讲 那个菲律宾的北部 吕宋岛那些家族 大企业 他们都是亲美的 对啦 杜特地是 明德道 南部这个特别的地方 出来的 不然 菲律宾历来的 只要是北部出身的 政治领导人 都是亲美的 对 所以小马可是确实 他身边大部分都是亲美的 可是他也知道 中国才真正能够带给他经济上的好处 他事实上很清楚 可是 这是军事的问题吗 你又没有办法处理 是 倩姐要不要帮我们再补一下 我补一点啊 大家可能没有 还没有讲到的这一点 就是说其实他是坐在一个环礁上 那个地方平常的时候进入是很危险的 对船来说 所以台风的时候 涨潮的时候呢 才是他比较安全 尤其是你有那么重盾位的托船 才是可能进行 所谓的人道救援的时机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特别有讲过在印尼的这个 科莫多军演 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科莫多军演里面 有俄罗斯 有美国 然后有那个 不被邀请进入环泰军演的中国大陆 同时呢 也有其他环泰军演的国家 有印度 有巴基斯坦 还有日本的自卫队 在这么庞大的 40多国的联合的时候呢 讨论的就是必要时候的紧急救援 买上事物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 乌克兰化 又大陆打台湾 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份力量